網路有許多不死的消息 我們在很低時間會來緩播 它會造成豬肢情緒躁動 骨骼脆弱 豬吃了會生病 人當然更不能吃 這是瘦肉精豬肢的屠宰場 全世界多達160國境用 萊克多巴胺 它會造成豬肢情緒躁動 骨骼脆弱 豬吃了會生病 人當然更不能吃 危害人體健康的豬肉 你敢吃嗎 我講有關萊克多巴胺用在養豬上面 那整個對豬肢的影響 在全世界有超過許多的文獻 那這些文獻裡面除了少數以外 那大多數都是正常 但是還是特別強調 國內是不得使用萊克多巴胺 所以國人買國產豬 絕對不會有萊克多巴胺的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 但是有關國外豬肉 含萊克多巴胺進來 都是有經過完整的相關的安全評估 也就是說在安全容許量底下的 所有的豬肉是安全的 很多國內的相關資訊 其實應該是要由專業的學術界 這一邊來證實 而不是透過一些許多的網路 然後把許多不實的消息再亂傳 舉例來講 就不斷的有網路的消息說 國內的豬農用萊克多巴胺 導致消費者對國內的豬肉消費產生的遲疑 所以類似網路有許多不實的消息 我們在很低時間會來廣播 中文字幕 李宗盛